简浩恩已经准备要发力了 男欧国中简浩恩逆转胜 在国南800公尺中跑出冠军 再为基隆爆回一座金牌 逐人细数他今年参与过的800公尺竞赛 统统完胜夺金没有败过 鉴于爆发力和肌耐力都很突出的选手 实属难得 他比那么多场 他每一场都很认真 过年大年初一就开始练习 挑战今年的这个全中运金牌 那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昨天金牌拿大的 我们的压力都没有了 在赛场上 大家都称浩恩为欺读彭于晏 赤苦耐劳的浩恩 对上场后的心理调试 也是多冠的重要因素 到简陆处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紧张 介绍完要比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紧张 我会想到主任说 放松一点 跑出自己的节奏 不要被敌人影响 阳光乐观 在这么操练 也觉得运动很快乐的浩恩 背后有一直守护与支持他的家人 就支持他继续跑田径 他户籍因为没有在这儿 但是因为这里的主任教练都还不错 就是会带动他 所以想说还是让他在这里赌 他其实是一个大暖男 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我们 在妈妈眼中的大暖男浩恩 今年国中二年级 跟记者约 明年再来采访他 他会继续帮基隆夺得金牌 南龙 赞 而这次一百一十二年群众运中 除了南龙国中夺金外 几有女中在台拳及一万公尺竞赛中 夺了三金 成功国中在台拳项目爆回一金 这次总计五金七银十同 共二十二面奖牌 破基隆十五年来的最佳记录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